大家好 今集的《洩浩而自由淡》 都差不多整個月再跟大家見面 善幾天我都睡不著覺 都有點擔心 擔心為什麼呢? 就是全國人大開會 就說考慮將《反外國壟斷法》 這條法例通過擺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變成一個香港的法律 這條《反外國制裁法》 在人大開會之前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等等 以及一些香港建制派人士 認為這件事是好事 體現了在香港的問題 但是我擔心 如果在香港執行的話 會引起很大的迴響 幸好人大開完會之後 就向外公布人大委員長的會議 就決定將這條法例 是沒有表決通過 即是各自一邊 具體理由當然我們不知道 不便猜測 但站在香港的我們 我們覺得 起碼我自己本人 香港是逃過一劫 此話從何說起呢 當然因為中國、中美之間的關係 在最近這兩年來 陷入一個低谷 美國因為看到中國的崛起 而心裏當這條氣不順 我都是大哥的 現在突然有個人出來 感覺上被挑戰 所以中美的關係 在貿易的糾紛等等 變成目前的關係很不好 再加上一年前 港版國安法的通過 更加引起了一些西方國家 對中國的一些看法 當然這個制裁是由美國先行動手的 美國宣佈作為制裁中國的官員 中國來說 作為14億人一個泱泱大國 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 被人制裁都沒有表示的話 那怎樣去14億人交代呢 我們站起來了 交代不了 所以中國相反地提出的反制裁 是有必要 亦都有需要維護國體 我相信這一點來講 美國佬都會體諒的 所以我們看相反制裁的人士 基本上就沒有影響到大局 是吧 譬如你制裁美國佬 龐佩奧那些 他不會來你中國旅遊 不會跟中國做生意 相反地 美國制裁中國的官員 包括香港這些官員 包括林鄭、鄭月華、鄧炳強、李家超 這些影響不大 為甚麼呢 因為他的權力有限 亦都不會影響到大局 就算你是制裁國內的官員 正如我們駱惠寧主任 我在美國一個先存款都沒有 我又沒有美金戶口 他講而已 包括你說夏寶龍主任 都受制裁名單之內 但是夏主任有多可會離開中國 就去美國走 你知道中國的官員出國 受到很謹慎的審批 不是像我們香港那樣 我拿個護照買了飛機票 我就走人了 所以這些不影響大 美國亦都是同意的 他都不會說你制裁我 大家升級 但是如果受權香港可以有制裁 反而有制裁法 香港可以一個彈軟之地的香港 不獨自是世界金融中心 但是可以說香港可以有權制裁美國 你當美國人傻嗎 少許香港 在美國心目中 這真是阿魯阿圖那些地方 你說是制裁人 我們有多少本錢 我們應該欠他們 不要參與兩個國家之間的糾紛問題 因為我們都不認識外交 而且很簡單 涉及制裁這些 我個人認為是涉及到外交層面 現在《基本法》都很清楚說明 國防和外交的事情 是由中央負責 香港無權自得 如果這樣的話 又開始壞了一個例子 這是很大的事 所以我覺得中央能夠三思想清楚 不要給香港這些人 給了一個錯誤的訊息 其實還有一樣東西 人大開會期間 我們留意到香港有一份報紙 叫《星島日報》 刊登出來說 有人建議美國對香港的人的制裁名單 一萬多人 《星島日報》的幕後老闆已經是中資的人 國內的資本家 他們會不會貿貿然 這些是我們的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 未必實情如此 但看到那份事我們擔心 如果美國說 你小小香港突然間 尾巴一路之下 制裁你香港 怎麽辦呢 不用說要金融 只要我制裁你香港的全國政協代表 我又不制裁你行政會議成員 又不會制裁你立法會成員 又不會制裁你人大代表 香港的36人大代表 因為你國家機構可以運作 但你全國政協 都是一個屬於國家領導級的人物 你參政、議政的 你有權 但當然沒有人大那麽重要 所以他們說 我打到你近身 我邊鼻敲你才行 如果將香港的全國政協代表 列入制裁名單 各位 香港即死了 為什麽 因為香港的闊老 大部份都是全國政協代表 當然他們參與全國政協 我們用正面看 這都是外國商人 愛國愛港的標靶式人物 但如果突然受到制裁 我想他們心裏怎麽想呢 很簡單 在全國政協名單裏面 香港幾個大機構 幾個大地產商 都是成員之一 如果他因為制裁他 他不需要制裁你這間公司 制裁你的名字都大 因為你擁有霸視權 你銀行等等 你有來往 包括有些 譬如中國銀行的中資機構 那些董事長或副董事長 好像中學人壽 我記得副董事長都是成員 如果這些人受到制裁 你會否影響到那間公司 他都是持裁 而在公司裏面 譬如我們看看 這是香港幾個大的地產發展商 雖然是上市公司 但基本上都是家族的上市公司 當然影響不到李嘉誠 因為他不是政協成員 他的兒子就糟糕了 打個比例 如果我忘記了 信和的老闆 都是全國政協委員 他有兒子 他的兒子又在信和裏面 抓拼地做事 按照制裁 他只是親屬 他的太太和子女 都受到制裁範圍 我想問 這些以家族為主體的 這麼大型的 加起來的資產總值 起碼是過萬億 突然之間他怎樣搞呢 銀行又不敢跟他做生意 其他公司都不敢做生意 當然他有限公司 他是董事 他怎樣行使董事的責任 譬如銀行簽名 他有份 所以這個影響非常之大 而且是打擊了未來的 愛國人士的身份 誰還敢參與這些組織 引起這麼大的牽連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前提之下 這個反外國制裁法 將它各自合當 還有我們要知道 香港很多人 香港很多公司 和大陸的資本 正式或非正式的資金 都很來往頻繁 亦都很大的數 那些人怕不怕呢 或者有些本身都不是他有錢的 是白手套來的 如果因此而受牽連 即是連爺爺都受影響 所以 凡事要三思 不要說一時間意氣衝動 愛國是延綿的 以前有個說話 老愛國不如新愛國 新愛國不如忽然愛國 香港就是我擔心 忠然一些正如 中國上面有位王飛龍教授說的 忠誠廢物 但他講得很清楚 忠誠廢物 他不是說愛國廢物 愛國絕對不是廢物 但如果他只是忠誠 唯命是從 就可以產生廢物的行為 這樣就不獨自誤講 誤盡蒼生 雖然我們不是有錢人 但如果香港的大闊老 都受到震盪的時候 覆巢之下 又何來有言論呢 所以這個問題 反外國際裁法 在香港各自 是一個英明之舉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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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